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靠农村养活了城市 是这样的吗 这种说话 就是说他是不考虑他的历史背景 这个背景是工业化的过程呀 真是你离开工业化 谈这个养起来什么意思啊 养起来这些人在城里干什么呀 人家生产机器啊 生产各种工业产品啊 你看我74年离开中国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全国除了新疆西藏 或者其他几个 每个省都可以生产卡车 那个质量当然不太行 都可以生产卡车 生产拖拉机 哎呦 你想想那个工业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为那才短短二十几年 不到三十年呀 因为你刚解放的时候 中国有什么工业啊 咱们前一段看了 毛泽水当时中国 一个托拉机生产不了 一个汽车生产不了 没有任何 谈得上的工业 唯一呢 但是仿制厂轻工业的机器制造都是外边来的呀 中国那时候机器制造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除了生产一些炮弹 生产一些大炮之类的 真正机械化的东西全是外边来的 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在不到三十年 变成了那么多省里边 几乎每个省都有生产汽车的 生产拖拉机的 甚至有些地方像西洋县就有一个拖拉机厂 一个小的这个里带拖拉机厂 质量有问题 质量有问题你可以改进啊 刚解放的时候 你什么质量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说从69年到79年 是中国教育井喷的年代 那么多高中毕业生 到了二十多年以后 才将近三十年才恢复到 那么高的这个高中毕业生 安豪文就说 那些高中质量不好 质量不好比零好无穷大 你没有高中生 你的质量是零 对吧 所以这种讲说农村养了城市 好像城市的人 就是吸血虫什么不干 你真是中国的工业化 从哪来的呀 你今天享受的 哪一部分不是那时候店的基础啊 所以这种离开了这个中国工业化的这个背景 谈着好像农村把城里给养起来了 城里边的工人 大多数工人 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难的 他没有自留地 他没有这个房前屋后 养个猪养个鸡 他完全他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 全部靠他自己的工资 农民就不一样啊 农民他可以 他可以搞蔬菜 他可以摘野菜 等等 穷确实是穷 因为从绝对生活水平来讲 确实穷 但是农民的这个 尤其是搞得比较好的地方 在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我建的那个西洋县 西洋县 这不光是大寨村 西洋县 西洋县里边的老百姓 比我所知道的光华木材厂的生活水平要高 因为光华木材厂的工人 他的工资是死的 那么这些西洋县的人 他吃的蔬菜 他吃的粮食等等 他比这个城里边的 当然他比不上的是什么呀 他教育 对吧 学校 师资比不上北京城里边的 他的这个医疗卫生比不上城里的 他那时候城里边人呢 有个电视 对吧 在西洋 你连信号都没有 别说有电视了 对吧 这都是一些实际上存在的这个城乡差别 但是那些说毛根时代是农村养城市 把城市人叫工人贵族 是非常凶恶的 是别有用心的 两种 一种呢 是要诋毁毛根时代搞工业化的这个 大家是全国人民都勒紧空腰带呀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边我有定量 跟别人的定量是一样的 那么幸亏我是单身 我是拿了工资 最后拿了三十三十八块六毛一 我没有别的负担 那时候才二十多岁 那么我呢就 粮食有定量 蔬菜没定量 所以我每顿饭 我打两份菜一个五分的一个一毛的 粮食不能多吃 但是菜可以多吃 所以呢 一个月下来呢 能省点钱 但是你要是结婚了两口子 没孩子也是过得不错 当然那时候给你分配个房子 房子比较简陋 我看看哪一年 我带小女儿一块 大女儿啊 一块去了这个老虎洞 那时候就现在老虎洞不在了 就是在广区门外 北京广区门外 老虎洞是那个当时 这个职工的宿舍 都是平房 那个生活条件 跟我在美国没法比 对吧 但是呢 它要比农村来讲 拥挤的多 所以有的时候啊 人们往往是 这山望着那山高 你光看到人家有的 你看不到自己有的 别人没有的 所以要客观对比两种啊 不是那么容易 有的时候习惯事例 因为毕竟城市的文化生活啊 采购啊 教育啊等等 农村没法比啊 所以这方面的话 人们要拥到城市的 这个动机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污蔑 说毛泽东时代 农村养了城市 你以为城市里边 那些工人是 做着不干活啊 完全不一样 而且工人一年四季 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时候 那么农民他有农忙有农闲 对吧 那么大寨呢 是通过改造农田 搞梯田等等 把一年的劳动时间 从一百多天提高到二百多天 但是工人呢 一年劳动时间 基本上是三百多天 所以这好东西 你往往是这山望着 那山高罢了 恶毒卑鄙 我觉得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些人呢 不是为穷的农民说话的 他是替富裕农民说话的 因为剪刀叉 谁享受剪刀叉呢 你必须有大量的余料 那很多地方吃不饱 还有返销粮的地方 比如像小港村 他对中国的工业化 没提出过任何贡献 对吧 你说农民养活了城市 所谓养活的 是富裕的地方养活了 穷的地方 没有做任何贡献 因为他没有粮食 自己生产粮食 不够自己吃呢 所以你想想到底是说什么意思呢 所以他是替那些江浙一带 比较富裕的地方 喊冤旧区 嫌他们这个不是更富裕 他不是为农村的贫困地区的人民 喊冤旧区的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人用心恶毒啊 你想想那些贫困地方 怎么改变他们的面貌 那就得学大寨啊 就得去搞工业化呀 有了工业化 有了机械化了 他们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面貌 所以说农村养了城市 指的是这些江浙一带 比较富裕的地方 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 哦 他们多么可怜呢 真正可怜的是那些贫困的地方 贫困地方 没有 余粮去卖 所以他们 没有对工业化做出贡献来 所以这里边屁股全做歪了